怎麼會有這種錯覺 你總是要說話 依照我跟零星交往四年的經驗 這時候要害羞 有沒有啊 各位單身肥宅們學這點啊 好那各位同學今天我們回到我們手遊快篩的節目 我們在節目開始前呢 還是跟各位廠商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希望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之前手遊快篩的精華 你對你的遊戲很有信心 也可以做正面的行銷 也可以 一樣好不好 付錢給我 你就可以上我們節目 好 那我們先玩這個七號寶寧好了 我覺得他的廣告就是什麼 聽說女生都在玩這一款 快篩做一陣子之後 會因為傑哥講話太直接導致遊戲工商數銳減 我怎麼講話太直接 我超級做人流一線的好不好 我覺得我講話已經非常的人實了 說壞壞話的 講壞話都是你們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都已經講得很體面了 其實看起來好像還行欸 這也表示是說我不喜歡但沒說你要不喜歡 還沒有錯 我們今天是分享遊戲給大家 那我發表我的觀點 那各位觀眾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觀點 你知道你們都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一個個體 好不好 你們都有自己的觀點 我相信廠商也是懂得我的觀眾都是有自我思考 都有自己的觀點的 他們都是優秀的觀眾 唉唷 雖然我好像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好像突然有點嚇到 等一下這遊戲是不是好像有點不錯 方丈為人和小心眼 秘拉喬阿維琪 小島元泰 唉呀 小胖你幹啥呢 完了完了完了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款要玩什麼 這款在玩什麼 玩到目前還算好感度蠻高的耶 我該不會真的找到一款有料的遊戲 他搞不好會像那個 之前有一個戰爭的那個遊戲 他就會有算天 對不對也是類似這樣 算天數 再蓋蓋蓋會毒發身亡嗎 會 不是阿哪那麼多蓋蓋蓋阿 你看他現在是叫我調查 我覺得應該是偏生存 就是那種收集資源生存 你看有沒有 挖掘和建造 這個不是應該是一個已經蓋好的地方嗎 為什麼還要建造 不是吧 喬爾 你是不是想蓋蓋蓋 完了 完蛋了完蛋 魔獸世界的敲礦鷹 問就是蓋蓋蓋 不要 住手 住手你的蓋蓋蓋行為 麻煩了 不要建造起居室 NO 不要建造建築 計時器還有幾分鐘 趕緊下一款 有啦有啦 你看你看有沒有 這個跟蓋蓋蓋不一樣 蓋蓋蓋蓋蓋 蓋蓋完之後 就會叫你去攻打其他玩家 這邊就要防守殭屍 等一下可以升級機槍信不信 不相信 等數就送五星炮兵 不會不會 我們應該會主要就是 這四個人 然後在這邊求生 然後每個人有不同的技能 有沒有玩過這次 World of Mine 類似這種感覺 欸有沒有 大家都餓了 尋找食物資源 洞裡長著蘑菇 等等抽魔關羽 幫你防禦寶壘 其實我目前覺得 他可能還是 一個蓋蓋蓋的變體 但我覺得他 目前玩起來 有在他這個 故事架構下 然後 算 弄得還算 蠻有趣 對 我覺得他應該是改良的蓋蓋蓋蓋 我覺得他可能會比較講求一些 你要有資源 你才能生存 這樣 至少他 這些動畫看起來 讓我舒服一點 而且他廣告主打是什麼 女生都在玩 如果想要成為社交達人的話 趕快來玩 誠心誠意的蓋蓋蓋 剪刀鑽石 完了 你的殭屍末 是要鑽石 是要幹嘛 這遊戲還有戰鬥 哇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蓋蓋蓋遊戲 哇 等一下 這被打有點痛 救我 我驚呆了 這遊戲居然有戰鬥 逐漸開始確診 披著蓋蓋蓋皮的打打沙沙 找找娃娃還有蓋蓋蓋 您的經費已用完 沒有語音了 我覺得目前玩起來 還可以 我覺得還行 陰性跟陽性 哪個是好玩的是不好呢 基本上你快篩的時候 你會希望出現陰性還是陽性 陽性我想放假 不要亂講 又拿到鑽石 我的鑽石到底要幹嘛 之後劍就很久 就要鑽石加速 所以他是沒有抽 不用抽角色之類的 那聽起來不錯 可是目前好像也都沒有告訴我 如果我食物不夠會怎樣之類 喔有啦 之後我猜應該還是會有抽角色 因為你後面要做的事情 越來越多 然後越來越久 你就會需要有空險的人 可以幫你處理事情 鑽石可以奴役愛錢的亞洲人 哇靠 你這種族歧視的發言要注意 哇哇哇哇 這人這麼多 這麼多人口 這個吃老鼠哪夠 目前已經沒語音了 這遊戲很現實欸 突然就沒有語音了 所以快篩陽性才好 很好 那我們以後都可以跟廠商講 你之前為什麼我們是陽性 你之前要怎麼講 沒有喔 我們陽性也可能是好的意思 我覺得至少整體風格跟玩的東西都還有 雖然老實講 他也就是一個蓋蓋蓋的稍微變體 但玩起來我覺得還算有成 也沒有一種到處都是大禮包的感覺 好我們這個7號堡壘 193人投票 56%陰性 然後44%陽性 給大家評價算OK啦 不錯評價不差 好下一款這個聊天模擬器 測試你的EQ 女神在線表白 我喜歡你我們談戀愛吧 有個事情想跟你說 常在心裡很久 我覺得都是爛選項啊 兩個都是垃圾選項 我在聽你說 不還是算了 不講了 怕什麼你不說我睡了 全部都是垃圾選項 這款我玩過陽性 直男模擬器 我喜歡你 算了下回再說 不說 跳過跟再試音樂 我覺得再試一遍 來來來來我們下載啊 上古傳奇是吧 你以為你播廣告我不敢下載 我載 拜託我們什麼節目 看到廣告就下載 廣告直接讀發 東皇太醫究竟多強 終於能一探究竟了 OK我大概知道 他就是一直重複完這個 然後你要選到對的選項 我以為你喜歡我的室友小紅呢 怎麼會有這種錯覺 你總是要說話 依照我跟零星交往四年的經驗 這時候要害羞 有沒有 各位單身肥宅們學這點啊 還有廣告 下載在哪 練練蜻蜓邂逅 宅啦 宅啦 看起來就是好遊戲 手機擦拭乾淨 蛤 What 我幹嘛了 你女朋友被車撞了 先會個九仙過來急 騙子在線 不是吧 他才剛下電梯 出門被撞了 出門被撞了 我立即 我立即匯款給你 在救護車上講 拔牙氣操 告訴我位子馬上過去 來不及的先匯款 我還想看看我女朋友長什麼樣子 這關太廢了 給我謝了 現在沒人願意選擇這款狐風遊戲 第一 我們這款遊戲 開局都是自由選擇出身的 哎呦 自由選擇出身 第二 劇情豐富多樣 不同的選擇 結局也會大不相同 結局不同的 第三 超多華服可以隨意搭配 這個看起來有料的遊戲 我們來玩玩看 喜歡我們的遊戲嗎 No 安撫媽媽現在在哪 和朋友在外面說真話 到底和誰在一起 跟壞小孩還是好小孩呢 我想一下 我覺得他 我已經大概有個底 泰玄的傑哥 剛剛的關卡 據我所知 沒有IQ200過不了 不要質疑你傑哥的智商 這個節目效果也不是超棒嗎 但我覺得超無聊的 老實跟媽媽講 媽媽不會怪 以我小時候的經驗 我最後很多事情 都是老實跟我媽講的 我還靠腰啊 不會怪你 待會打你 沒有 我媽很nice的 好孩子 神妹什麼時候回來 正在回家的路上 好的小寶等你 關閉鬧鐘 這到底在幹嘛 這到底在幹嘛 投票結果 136人投票 78%的陽性 21%陰性 恭喜你已確診 宇宙神 游戀戀蜻蜻蜓 看起來就是一款厲害的 又立直 又立直 我現在看到手機轉正 心都會先量一下 所以美飛 橫行六宮 與皇后 敘不兩立 你的父親 因揭發和聲罪行 面臨牢獄之災 女兒博日 便將進京參選 這東西可以兩週年 必將在宮中竭盡所能 以保一家平安 欸對欸 她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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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選擇出身嗎 欸不會 欸不一定啊 搞不好我們 搞不好我們還沒開始選 我們搞不好 等等出門就被牛車撞死 今生是我附了你 然後我們就可以重新轉身開始 欸有沒有 啊原來是 大清偶像是傳奇 奴婢來為小姐梳妝打扮 哇都還不錯欸 這個看起來我喜歡這個 香香 徐傑兒好了 聽起來感覺真可愛 傑兒寶貝 徐傑兒 可愛喜歡 這彎彎挺行的 下次一定找你工商 麻煩多發點工商給我啊 廣告大佬們 需要你們的工商 留個 唉呦 真的開始選擇了 開局選出身呢 對阿 我的開局選出身呢 為什麼沒有選 天涯路人 還是放下吧 唉呦 我的天命值加65 哇 天命事件 你果斷堅決放下雜念 為入宮開了個好頭 天命值上升65 哇 厲害了 給觀眾的人 好啊 下一個給你們選 這個遊戲是在玩什麼 其實還搞不懂 就是把公鬥劇變成手遊的模式 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快癢了 因為那個介面嗎 什麼時候開始蓋蓋蓋 這個能蓋蓋蓋 我不信 這不可能蓋蓋蓋 連薩滿太太的馬車都不實的 薩滿太太 實在可笑 他會放巫術嗎 薩滿太太 多謝這位姐姐賜教 我當是誰呢 我當是誰呢 這不是 這不是誰啊 你唸出來聽聽 正是 其實我老實講 我之前有看真還傳 我覺得這個味道還挺到位的 哇靠 等一下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啦 為什麼要進戰鬥啊 為什麼就進戰鬥了 這個鬼轉戰鬥 突然就贏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啥 我就贏了 將如何應對 強出頭怕引來禍端 好啦 你們想先來一個 你們要 這個 錯錯他的銳氣 還是想要怕引來禍端 先不要 進戰街 剛誇完就開打 幹笑死 好好好 非得錯錯他的銳氣 直言不會 為他人解為 新增人氣 天命值上升六所 沒記錯的話 你家阿瑪在左領的位置上 已經二十年了吧 此等晶晶夜夜 我相信皇上 懂懂懂懂 二十年沒升官 哇這 哇 你竟敢諷刺我 羽人的奧妙欸 好會喔 二十年沒升官 哇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諸位秀女 我有通過門後的考核 我老實講 目前覺得還算好玩 可都聽明白了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文本 這個劇本 有料 哇這兩週年不假 這兩週年是真的有料 首抽在哪 這 好多東西喔 救命 喔喔喔喔這個 四重招募 抽個妹子 幹 貂蟬西式 我抽一堆比我漂亮的來幹嘛 不能選擇出身 有廣告詐欺嫌疑 她肯定最後會背叛主角 妹妹這話可不能亂說 這種劇都是這樣演的 這個你們要選什麼 你要去看鯉魚嗎 還是乖乖遵守 我猜你們一定會要去看鯉魚 對看鯉魚感覺就會出事 現在還沒出生還是廣告詐欺 她搞不好還沒出生啊 我們搞不好現在玩的不是主角 搞不好是序章 等序章玩完就會換主角也說不定啊 秀里的 手卷落在了 井里池邊了 還要 霸道總裁 完了 肯定要愛上親王了 怎樣可以抽卡了嗎 恭喜獲得 唉唷 去世穿 好一個換衣服 我覺得抽裝備的遊戲 怎麼辦 越玩越覺得好像有點好玩 唉唷為什麼沒換上去 奇蹟暖暖青草版 練上換裝工女 有那個叫換裝遊戲 啊不錯 整體我覺得還行 我覺得這遊戲是有她的市場在的 我們這個練練蜻蜓喔 一百 一百八十八人投票 然後55%陽性 44%陰性 哇你們這些臭直男 這個女生玩了搞不好會覺得還不錯